好 来看到呢 这是我们台湾在大专篮球当中最强的队伍 郑大雄英是正在北京跟这个北京的北冲青年 他们的准职业球员进行这个友谊赛 而郑大是以这个防守跟快攻的方式呢 是追平了比数之外也维持领先 来看最新的画面 好 可以看到在一连串的快攻之下呢 郑大最终是以这个53比47击败了 就是北冲青年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呢 这次郑大派出的队员呢 基本上都是比较多是年轻的球员 在累积这个经验值的 那他们这个得分的后卫呢 林彦廷现在人是在台湾 在命运当中就要准备这周六的 这个中国大陆CBA的选秀会 那为什么会挑战CBA 听教练的访问 你说现在其实CBA台将在减少当中 那为什么还会鼓励他去CBA 因为毕竟他在大陆有曝光过 这个算是他的优势 因为他的个性是蛮喜欢交朋友 然后他也很容易去跟大家和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 也是蛮可以去挑战到陌生的一个 高层级的一个比赛的环境 也成为这一次真的就是第一个 就是现在唯一一个台将报名 所以我觉得也不容易 那我觉得在测试上面 测试测试上面其实也表现不错 那我们也非常的乐见其成 所以说呢要让球员可以有机会挑战 这台湾以外的直男环境 是政大培育球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他们也透露说不只是CBA 他们也跟日本的直男有所联系 预计在下个月八月会到日本打友一赛 也希望让政大的球员们能够有机会 被日本直男向中 以上就是最新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